你也被阻了吗?近期成为幽默的网络箱名用语 这句话代表发布在Facebook社群的贴文招官方删除或被停权 然而,没有违规的贴文招Facebook误删的案例层出不穷 因此社团法人台湾勇社与财团法人台湾制限基金会 与11月28日联合主办座谈会 从Facebook删文争议 探讨如何事切管制网络言论与平台应尽的责任 今天在语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希望说透过大家的讨论 可与这个脸书这样一个网络平台 一些社会责任或者是他应该有的一个对言论自由的一个论种 为了避免平台成为仇恨言论与假讯息散播的场域 Facebook以文章违反社群法则的严重性 祭出程度不同的管制措施 虽利益良善却因审查规则不明 引起使用者不满 如网红486先生陈烟厂 曾发表涉及国家主权的贴文 却遭Facebook认定为违反守则 而被禁言了30天 公司你的审查人员是不是在台湾 还是说你其实在台湾没有落地 你找的是中国人 或者是海外其他境内的华人来做审查 那他们的政治思想就会干扰到 我们台湾人在点数上使用的时候 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被阻断被下架 根据今年5月《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Facebook审查模式已逐渐转向自动化 透过人工智慧与演算法删除内容或增加触几率 然而人工智慧是否能正确判读文字语义 也遭受许多质疑 《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 那各位就知道说 《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 它本来就是一本书嘛 那决定的话呢 这个不继续发表以后 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公共论述 可是呢 因为脸书的AI的判断 就认为说丑陋的中国人 它是一种仇恨言论 就把它ban了 其实是一个很客观存在的事实 可是呢在AI的判读里面的话呢 他在这个AI没有知道说 这是一本书的状况之下就把它处理掉了 近年来各国为防止假讯息 影响社会秩序 纷纷对社群平台寄出规范 德国于2017年通过网际网务执行法 要求社群平台必须在24小时内 删除明显违法的言论 否则将对平台出于罚款 美国之采叫自由的态度 给予社群平台管理贴文的免责权 目前台湾国内则无类似规定 未来政府机关若要拟定相关法律 仍需借鉴国外经验 虽然这个法令呢 非常的严峻 那而且呢 它有一定程度的成效 但是它其实主要有几个争议 第一个就是说 审查过于快速 然后大量贴文删除言论自由 那第二个问题呢 是选择性的删除行为 对于如何防范仇恨言论 并维护言论自由 专家认为社群平台审核机制的透明度是重点 这个要求这些社群平台 不管是脸书还是其他的平台 它有在台湾有这种营运的这种平台 它都应该要有这个更多的这种透明度报告 如果说像Facebook这样子 它有用人工智慧的演算法 去介入这种内容审查的话 它的演算法 其实某种程度也应该公开 社群网站已成为现代人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 平台官方如何管制网络言论 并同时保障使用者的言论自由 成为社会的重要议题 记者吴子芳 陈凯玲 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